大家好,我是大厨二斗 今天继续给大家分享干货 烹饪中常用的四种面糊调制方法 配方比例真实有效 都是出自国家职业资格培训教材 和自己多年厨房经验总结 首先介绍第一种糊 水粉糊 它是由淀粉和水调合而成的 在烹调中应用广泛 是常见的一种糊类 这种糊 玉米淀粉 豌豆淀粉 红薯淀粉 土豆淀粉等都可以制作 其中 土豆淀粉是首选 先看一下教科书上的标准答案 淀粉55% 水45% 淀粉要比水多一点 并不是大多数人说的一比一 碗中放入55克土豆淀粉 加入45克左右的水 一般不加盐 但也可以加盐增加底味 然后不停地搅拌即可 只要加的不是面粉 都可以随意搅拌 因为面粉不是纯淀粉 如果朝一个方向搅拌 会起面筋 小麦制作出的纯淀粉 是小麦淀粉 也叫橙粉 给大家普及一个知识点 虽然淀粉是干的 可是它还是有很少的含水量的 根据使用马铃薯淀粉标准 分为优级 一级和二级 三个等级 含水量的不同 决定了马铃薯淀粉的等级 而且 一旦您打开了包装 淀粉也会持续吸收空气中的水分 因此 水的用量就需要灵活掌握 怎么判断这个水粉糊调好了呢 用勺子添起来 自然下落 能够拉成一条直线 就表示可以了 水粉糊的特点是什么呢 它的特点是 外焦里嫩 干香酥脆 颜色金黄等 这个水粉糊适合做哪些菜呢 它适用于炸 溜等烹调方法制作的菜肴 例如糖醋里脊 锅包肉等 给您看一个厨师考试的题目标准答案 正是糖醋里脊 水粉糊炸制时 最适合的油温是多少呢 最佳油温为5成左右 150度左右最佳 接下来 介绍第二种糊 全蛋糊 先看一下教科书上的标准答案 面粉25% 淀粉25% 鸡蛋15% 水35% 实际操作中 全蛋糊有很多种 也有不加面粉 只加淀粉的做法 这里介绍我们酒店最常用的一种 请注意操作流程 碗中加入玉米淀粉30克 加入低筋面粉20克 加入35克水 空份搅拌均匀 在搅拌的时候 尽量不要顺着一个方向搅拌 左三圈 右三圈地搅拌 取一个小碗 打入一个鸡蛋 用筷子搅拌均匀 打发到蛋液无颗粒 将鸡蛋液倒入大碗中 还是左三圈 右三圈地搅拌均匀即可 这样操作的全蛋糊 才会最细腻 毫无颗粒 这里给大家说一个重点 切记不要先用鸡蛋与面粉调和 那样就会出现很多颗粒 怎么判断这个全蛋糊调好了呢 用勺子填起来 自然下落 能够拉成一条直线 就表示可以了 全蛋糊的特点是什么呢 它颜色特别金黄 外松酥 内柔嫩 全蛋糊适合做哪些菜呢 它的特点是鲜脆后软 可以用于做各种软炸菜 例如 软炸里脊 软炸虾仁等 全蛋糊炸制时 最适合的油温是多少呢 最佳油温为五成左右 第一次炸制 以150度左右最佳 复炸以200度为最佳 这里有一篇论文 是来自于河南和哈尔滨的 两所食品学院 可以佐证这个观点 接下来 介绍第三种糊 脆皮糊 先看一下教科书上的标准答案 面粉30% 淀粉20% 水35% 鸡蛋清8% 精炼油6% 发酵粉1% 实际操作中 脆皮糊的配方是最多的 有些配方甚至可以卖出几万元的高价 这里介绍我们酒店最常用的一种 没有使用鸡蛋清 碗中加入普通中筋淀粉30克 葡萄淀粉20克 泡达粉2克 小苏达0.5克 食用盐1克 加入清水40克 这个盐也是根据实际烹饪菜肴 可加可不加的 还是采用左三圈右三圈的手法 把面粉调成面糊 怎么判断脆皮糊搅拌好了呢 还是老方法 能够拉成一条直线 不过此刻 脆皮糊还没有完成 最后 还要加入植物油8克 分两次加入 油的作用就是起酥 让油和面糊彻底融合到一起 要搅拌到 完全看不到油 油和面糊彻底融合到一起 脆皮糊才算完成 做好的脆皮糊不要立刻使用 需要静置醒10分钟 再开始炸制 脆皮糊的特点是什么呢 它是一种万能糊 万物皆可炸 特点就是蓬松度高 特别酥脆 不容易回软 放两个小时 都是脆的 脆皮糊适合做哪些菜呢 它适合所有的脆皮菜 例如 脆皮明虾 脆皮丸子等 脆皮糊炸的时候 最适合的油温是多少呢 最佳油温为5成左右 170度左右 最利于糊的蓬松 教材上已经写得非常清楚 最后介绍第四种糊 蛋泡糊 先看一下教科书上的标准答案 鸡蛋清70% 淀粉30% 这个糊没有太多配方 唯一差别就是加什么淀粉 碗中加入两个鸡蛋清 然后用筷子不停地打发 鸡蛋一定要新鲜 否则打发效果不好 大家可以用一个水杯 来判断鸡蛋新鲜度 具体方法看这张图 越新鲜的鸡蛋越沉底 越不新鲜越浮起来 如果有电动打蛋器 那会轻松很多 顺着一个方向 反复抽打蛋清 让蛋清吸入大量空气 开始发泡 怎么判断 蛋泡糊打发好了呢 能让筷子直立即可 不过此时 蛋泡糊还没有完成呢 需要迅速加入淀粉 土豆淀粉和玉米淀粉都可以 重点来了 搅拌时候 速度不能过快 以免蛋糊变息 出现松劲 泄气等现象 等把淀粉搅拌均匀 蛋泡糊就完成了 蛋泡糊的特点是什么呢 它色泽雪白 形态饱满 质地松软 蛋泡糊适合做那些菜呢 它适合所有的松炸的菜肴 例如高丽鱼条 雪衣豆沙等 蛋泡糊炸的时候 最适合的油温是多少呢 它最佳油温为三四成左右 90到120度左右为最佳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 请您关注 点赞 收藏 转发给更多的人